你也要看你 你也要看你 夫人 慢着 大妹子 这回啊多亏了你帮忙 要不是你帮我 我还不知道被那帮畜生 折磨成什么样呢 夫人 误会 误会 来来来 吃点 我这都沉不下了 来来来 我再敬你一杯 大妹子 这都是应该的 谁让咱们一起受苦呢 来 姐姐 来 姐姐 谢谢 来 姐 大妹子 你这身形头可不行啊 这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姑娘 这怎么穿得跟个下人似的 姐姐 你说是吧 是啊 怎么穿得跟个用人似的 怪不得我们家门卫 不让你进来呢 挺好的 行了 一会儿吃完饭啊 你先别走 我们给你好好打烦他们 上官县长 夫人 把你们线上最好的裁缝 给我找来 夫人 她 怎么着 还让我们姐妹自己去啊 不敢 卑职遵命 赶紧去啊 来来来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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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cater 吃菜 吃菜 来 吃菜 吃菜 真的 谢谢啊 好 休息 cyn 这穿着啥衣服这是 那都是大天吗 这男的 穿着这样啊 这就修不修啊 这什么修啊 这都拿着衣服这是 修不修 弄着个大腿 你那前辈云军 不笑了 别笑了 也都别笑了 别笑了 给我看一眼 咱去一下 别笑 谢谢 真好看 那我真好看吗 好看好看 谢谢 好看好看 咱们的杨大妞来了 杨大妞来了 我说我不穿 她们真的让我穿 你说我穿这个 我走道了 我都顺便了 别笑了 我长这么大呀 我就知道有烫猪头 这烫人头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 其实挺好看的 你说我是猪头是吧 葛家妹子 这衣服 能让七婶也试试吗 行啊 太行了 我拿走都行 七婶 要不然 把你的猪头也给你烫烫吧 我这个穿也好 拿 拿我钱去 我会 我会 快看不见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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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没什么 媳妇 你啥时候把丁邦给携回来 急是啥 你不急 我急啊 都多少日子了 万一出点啥事跟咋办啊 南出啥事啊 丁邦是跟他娘在一起 不跟老在一起 跟世宰风在一起啊 还不如跟走郎站一起呢 我就纳闷了 兄弟们都商量得好了 把这个订邦借回来 你几句话给堵上了 你自己不去借 也不让我们去借 你啥意思啊 我没啥意思 让他们娘俩待几天咋了 干啥 娜妮儿 你不会因为有了草生 就不要订邦了吧 你说啥呢你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草生是你身上吊懒肉 那顶旁大不是 你信不信我死掉你的嘴 我给你商量个事 啥事啊 陈夫人跟我说 谷阳办了个学堂 是童子军学堂 是专门培养吃粮当兵的人 管吃管喝 发衣服给零钱 我觉得挺好的 咱们丁邦是个办大事的人才 他平时又爱舞蹈弄强呢 把他送到谷阳上学好不好 在这下 我说话算数吗 大事我说了算 但这事 还是得听你的 这丁邦是你儿子 倒是说话呀 反正我就觉得吧 这骡子马 都得拉出去溜才行 这在家里的 那就是拉木的驴呀 你哑了呀 放个屁 你哑了呀 放个屁 滚了 不休 你干啥呀 你说干啥跟你商量事呢 又得睡 白先生 我知道一个谢字太轻了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余先生 谢什么呀 葛大妮也是我们的姐妹 葛家大哥怎么没来呀 他 有点事 真不愿意见我吧 余先生 老葛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谢儿恭敬 他虽然对你的恶劣印象有所改变 但是还是不愿意面对你 我想你是会理解的 理解 不过老葛说了 这个不影响咱们俩之间成为朋友 朋友 我们 对啊 咱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好 如果是朋友 你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我少认识 我老葛 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我也是 你不认识 至少说明我们俩之间 可以交心了 咱们之间暂时 做不了朋友 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 不要做敌人 尽管放心 我与老三站着齐齿 躺着也齐齿 我不会把 对十全寨有恩的人 当成敌人的 再见 后悔有期 我先去 轩哥 你在这儿在这儿干吗 有事想传你伤了伤了 新屋说的 谷阳 通子军学堂 那好啊 那是小黄埔啊 不是 咱们的 你媳妇有办法给 你坐在 不是 你媳妇有办法 给弄进去 她说成分是 答应帮忙的 你媳妇就比你有眼光 不是 你说 这世道这么乱 你把一个孩子 送那么老远 那乱世才出英雄的 老爷们那 就得上战场 低连力量好 我 那怎么的 你到底想说啥呀 我就是担心 你说这大妮 是不是有了早生 就不待见应帮 一干子把她真的老远 你放屁呢 你媳妇是那人吗 给我搁那儿 起来 这话你跟你媳妇说过吗 没 没有 你要敢说 我把你舌头给搁下来 你信不信 出去 去 真把丁帮送走啊 你听你媳妇的没错啊 童子军学堂 咱们怎么想的呀 我管死去 上姐 自己都把你 你听长得你 你听长得你 你你听长得我 你听长得我 真不信 你听长得到你 哎呀 不信长得你 你长得你 我自己听长得我 时辰可耽搁不得 葛大妮是非靠大树了 说话都不一样了 不 葛大妮是从前说话啥样 现在说话还啥样 我不会仗势欺人 也不想仗势欺人 不过呢 有些事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我呢 是结识两个不错的姐妹 她们对我那叫一个好啊 这潘家大爷要肯放人呢 前些日子您做些那些事啊 我就当您放了一个屁 我们闻个味儿算了 现在屁散了 事也就没了 这要是不肯放人 那我就没辙了 我得请那些当兵的来接人呀 是吧 你不是也让当兵的来接过我吗 我得学着 您接着呢 不行 他们不能带走我儿子 不能带走我儿子 易太太 她在石泉寨待着 我还有点叛逗 她现在去了古阳那么远的地方 我舍不得呀 易太太 我们潘家对你不保 你不能一位个穷小子把我们都毁了吧 老大 他不是穷小子 他是我儿子 他还是你兄弟呢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叫不 我们潘家什么时候有姓虞的兄弟 实在吗 我劝你只去一遍 你想惹我烧身那是你的事 我们潘家可不想没事找事 管家 把姓虞那个小子放了 不要 不要 你不要带走我儿子 不要 娘 你爷带我回家了 走吧 你跟你亲娘打招呼了吗 这孩子咱能不打招呼呢 我害怕 你怕啥 那是你亲娘 我 娘娘回家吧 不行 打个招呼才能走 我不去 好了 我陪你一起去 走 娘 我要走了 丁邦他娘 丁邦就要去谷阳学堂读书了 日子 怕是短不了 不过你放心 他不管走多远 多久 他不管走多远 他不管走多远 多久 他永远都是你的儿 就像你忘不了他一样 他也不会忘了你 去 让你娘抱一下 丁邦 走吧 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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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已经不是个动心了 好好替娘活出个人缘来 娘 我真的要去谷阳读书吗 当然了 谷阳有一个童子进学校 专门培养当兵吃粮的 你妈你想当兵吗 行 你咱爸爸说你有出息 将来能干大事 是 娘倒不指望你大富大贵 有出息就行 我要干大事 我要当英雄 当英雄就要当岳飞 不能当那个勤货 不能做卖国的奸臣 知道吗 我听了娘的 我要当英雄 我要当杨家庆 我要当英雄了 我要当英雄 我要当英雄了 你慢点 好 好好好 好 来来来 丁邦 到太奶奶这儿来 把胸膛挺起来 好 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丁邦啊 男人心大造遍天下 要记住 不管你走到哪儿 你姓于 是咱们十全债出去的 太奶奶 我记住 好 去吧 回到家也得胖乎乎的 不能给太奶奶 在外头少一斤肉 去吧去吧 那我们先下去了 走 人们都说呀 四十多年前 于家老九 骗回来一个格格 凭着一副嫩肩膀 撑起这八面威风的十全债 这现如今 这于家又多了一个长头发的 是 你说他要闻没闻 要捂没捂的 凭什么有一副称天称地的印骨头啊 格格 奴婢怎么听着 您这话 有些酸溜溜的 放肆 好啊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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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老爸 去吧 余老八 我耳朵是不是被她扇坏了 怎么老天家这臭老娘的声音 你说谁臭老娘味呢 我在上面呢 你 你 你怎么伤人 我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你能看见啥呀 整天撅着屁股看天 啥意思啊 有眼无珠 你 你叫老孙伯你就 你抱着鸡干啥 我 我没想吃鸡蛋 你给我把鸡放回去 我告诉你 这两只鸡我都已经摸过了 今天都要下蛋 你要敢偷吃 我让你晚上吃鸡屎 拿着 那眼里劲 把这个晒过去 嗯 你说这吃康县菜的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啊 连个鸡蛋都不让你吃 等冰包回来了呀 杀鸡都行 三哥从一股一样回来了 见到咱们定包了 说孩子有出息 长点 门门功课就考第一 听说他只要一毕业 进了部队就当活 你可也是一块大羊子 我们孩子啊 胜着官发了财 咱也不中地了 就天天呢 那个坐在屋子里 赤儿干磨喝着呼了汤 美 你不死你 不嫌撑的黄呀 您做撑死的鬼 不做饿死的人 要不然咱们把磨面的活计 揽回来吧 不是 你天天是夏季的 你谁干啊 谁磨面啊 你啊 我天天吃康厌菜的 我给这个部队上磨白面 你不怕我偷吃啊 我听说仙人洞又开张了 真的啊 救命啊 你还想 各位 经过上方批准 将馒头山联保公所 改为莲花区 由潘耀祖先生担任区长 还希望在座的各位 京城团结 相互配合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超盟上官现场 太爱 本人十分赶紧 还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诸位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 国军入驻河南 保国安民 大家都知道 军队要吃饭 百姓要交量 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为希望各村各保 好 在潘区长的领导下 永远较量 上官县长 这从去年到今年 老田爷一直就不下雨 去年的秋庄稼 今年的麦子 回收还不够两成 咱老百姓 吃饭都成了问题 哪还有粮食呢 这个上官县长 刚才已经说过了 重体交量那是天天地义 交量那就是害国 不交量那就是卖国 国军为什么要进入河南呢 那还不是为了抗日吧 潘区长 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啊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那要抗日的话 应该是去东北 可这大批的国军军队 入驻河南 这难不成 日本人打到河南了 叶老三 军队驻扎河南 那也是为了保一方平安 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嘛 潘区长 您交了吗 交了 交哪儿了 这是上官县长可以证明啊 是交到军队上去了吗 是交到你们家粮店和某些人兜里了吗 这是熏口喷人吗你这是 叶老三 你啥意思 那我啥意思你还不清楚吗 以交工粮为名义 把粮食都收上去了 结果都放自己家粮库了 当我们傻呀 余老三 你带头抗拒交军粮 这就是通共 通共 有 饿了 想当年我在战场上 和共产党真刀真枪打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我要是知道我在枪林大雨中卖命 是为了你们这些扶不上墙的烂宁 我还真跟共产党干了 余化龙 你要为你说的这些话负责 我还就负责二了 有本事把我当共产党抓起来 谁有此理 你去宝里不成行义 还把山万星想拿 也太客气了 这是 我是从几个盗墓贼手里逃来的 听说是养烧出土 无价之宝 珍贵呀 太珍贵了 山万叔 我们确实不能让余老三再这么长话去 不下去了 余老三跟共产党打过仗 付过伤 在国军的队伍里 也有很多朋友 要靠一两句话 就想扳倒他 这谈何容易呀 难吗 确实是难了点 所以我们现在 还暂时不能和他撕破脸 对付余老三 对付余老三 要对付余老三的法子 他是头野牛 我们可不能做这把宰牛的刀啊 你一直说 借到善人 有点悟性 对付�余老三 遗旋 卖老三 那怕什么呀 于老三有本事 十全寨又不缺吃喝 您不怕他闹事 闹事 闹事也是和国军闹事 跟我上官开机有什么关系啊 记住呢 往后只要有军队过来 都派到十全寨去 让于老三伺候 是 怎么了 又得罪哪路神仙了 又不过有计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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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你 还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官息怒 我们自己也是省吃俭用 把最好的饭菜给您拿出来了 这是最好的 就这点东西就要打吧 老子 长官 知足吧 就这些猪食狗食 我们想吃还吃不着呢 要不然你上我家让一样 看我家吃的啥 你个臭婆娘是不是活腻了 你还敢顶嘴 还说什么 谁臭婆娘呢 你有娘们 你有姐妹们 老子他摸毙了你 你来啊 人多是吧 想走法 你们这群共产党 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 咱你给老人等着 你给我等着 放 咋跑了呀 等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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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本事了是不是 长能耐了是不是 你枪法准是不是 身手好是不是 知道给十全战有了多大麻烦吧 玉老三 闭嘴 你以为你这一枪打出威风了 你考没考虑过后果 明天或者后天 成千上万的部队 就会来找十全战的麻烦 人家正愁找不着共产党呢 好嘛 你倒好 瞌睡送上个枕头 你一枪打出威风了 十全战怎么办 你告诉我十全战怎么办 让人当共产党给灭了 你要吗就骂我 这事是我闯的祸 大念 你当你是省油的灯啊 明知道人家是在故意闹事 你还跟他火上浇油 是 大家伙是垮过你葛大念 几句话 是 你葛大念有本事 你葛大念是女众强人 怎么的 真想把自己盯墙上 让大家伙当谁共产 你要真有那本事 你一个人跟他们兜去 你别连来知情人 几千狗的人行不行 行不行 去就去 小子 走 你还不给你 你剩下紧的 你先帮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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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它灰飞烟灭 这个余姐要是没了 别说是老太爷想要的那块风水宝地 就连在石泉寨 那也是咱们的了 小小的石泉寨算什么 整个馒头山都是咱们攀家的 我不想让葛大女死 你什么意思 一炮炸死太便宜它了 不死不活地耗着才有意思 我要让她尝尝我的滋味 媳妇 你傻做的干啥呢 进屋吃饭 国君留下来的东西不吃白不吃啊 吃不下 怎么能吃不下呢 要死也得唠个饱死鬼是吧 老板 你说 我这回是不是真的闯祸了 你闯大祸了 三哥说啊 这次咱们石泉寨 可能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明明是他们不对啊 你能跟畜生讲道理 要真的神因为我 石泉寨受了灾难 那我这千刀万剐八十回也不够啊 我得进十八层地狱啊 你就是别瞎琢磨了啊 这个饿死鬼好当 饱死鬼难当 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媳妇 你给我两个铜板 我买口酒呗 反正快死了嘛你这 喝一顿少一顿是吧 媳妇 媳妇 看 最后看 你怎么就涉及了 文殊的同学说 咱这回得罪的 是新调访来的邱长官的部队 邱长官是共产党的死敌 他已经下定决心消灭 咱实权所有的共党了 这回碰到茶子了是吧 我去找过上官开机了 他说他也帮不上忙 他就是一小小的县长 奈何不了国军的人 你找他干啥呀 最近这些事全都是 他背地里搞的鬼 你找他那不是 与虎谋皮的吗 我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我 三哥 三哥 要不咱再去找八嫂的大哥吧 他是有部队的人 说不定能帮人忙忙对吧 你不能什么事都找人的 再说了 就他们那几个人 还不会给国民导塞压缝儿的呢 三哥 我早就说了 我不能再打打杀杀的了 咱能遭害人家 人家也能遭害咱不是 你看 现在可好了 一个村子 几千条人命 你怕啥 怕啥呀 这人不是没来的吗 到了兵临城下 大祸临头时候就晚了 那怎么办 你有什么办法是怎么办 求情 咱求情去 你认识求整官 不认识 那你求个屁呀 人在家中作 祸从天上来呀 你说怎么办呢 你要是怕你就出去夺夺去 三哥 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考虑 我是为了十全战俩老小小考虑 你懂吗 我明白你啥心 那不是你嘴骨严点啊 这事不是能让舅奶奶知道 免得她着急上火 听见没有 行 我 我知道 你咋还在这坐着呀 进会儿 陪我喝两顿 我跟你说啊 这个酒可是好东西 不醉不上头 一醉解千愁 你就别想了 这事啊 也不能全怪你 要不是小三嫂子 胡乱开枪 这事也不能变这么大 他们都是为了帮我 帮人没这么帮的 从这个高粱地 都帮到黑豆地去了 那女人嘛 你说两句好话 赔个笑脸也就没事了 你干吗没病了伤寒啊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要不怎么说啊 这女人啊 头发长的见识短呀 老八你胡说什么呢 女人怎么了 三嫂我我我没说啥 我就跟大家说啊 你别担心 可能是一场虚惊 是吧 再说人家堂堂国君 哪能跟咱们这个 山沟的小山寨子 一般见识是不是 师兄这些 都已经火烧眉毛了 你还有心情喝酒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行了 进去 小三嫂 你别跟她见识 她就是满嘴喷喷 别说了 这事情是我惹出来的 我负责当地 哪能怪你呀 这明明是我闯了祸嘛 你想出啥好办法没 我要是能想出来 就不会让龙哥怎么回答了 你都说我这尖缺 龙哥要跟你说对不起了 以后这回家 可能你就待不了了 之前这要完了 马上就要窄破人亡 灰飞烟灭了 你男人活了半辈子 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可这回我真怕了 我们要对付的 不是那个村寨 也不是那个山头 是成千上万的国君主力 哪要怕石泉寨再厉害 那只不过是一乱几十罢了